HELLO 大家 今天這個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近期愛用品 我已經非常非常久沒有拍這個主題了 我累積了我從1月到3月的愛用品 然後呢因為最近都在戴口罩 然後我戴口罩的話幾乎是完全沒有怎麼化妝的 我戴口罩的妝容就是防曬透明蜜粉 眉毛還有潤色的護唇膏 然後像是粉底啊腮紅打亮修容那些東西 我是完全沒有上的 我只有偶爾會再加一個睫毛膏 不然平常我就是只有防曬蜜粉眉毛護唇膏這樣子而已 所以在今天這個愛用品裡面呢 彩妝會非常非常的少 然後保養的部分會佔比較多 因為我最近真的是因為戴口罩 然後皮膚悶得很受不了 我鼻孔裡面還長了一個超級超級大的粉刺 我昨天才把它拔出來 那個粉刺是跟米一樣大欸 我就是從來沒有長過那麼大的粉刺 而且還是在鼻孔裡面 然後呢今天的愛用品 我還加入了一些 除了彩妝保養以外的品項 因為之前就有人留言說 希望可以分享更多不同品項的愛用品 就是不要只局限於在彩妝跟保養 大家如果想知道我近期都在愛用哪些東西的話 就繼續下去吧 我們就先從最小的彩妝開始說好 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Solone他們家的眉筆 大家也知道最近真的是沒有什麼在畫其他的妝容 然後眉毛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為只有露出來這樣子 然後呢它是雙頭的 這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頭是眉筆嘛 然後另外一頭就是眉書 我覺得眉書真的是一個眉筆 非常非常基本的配備 因為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沒有眉書 我畫眉毛是一定需要眉書先刷開我的眉毛之後 上完顏色再重新刷一遍 讓它的顏色比較均勻 然後比較淡一點點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眉筆的形狀 如果你從正上方看下去的話 它會是一個長方形 然後如果從側面看的就是一個很像武士刀的形狀 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歡它的部分 就是它的質地 它的質地是介於膠狀跟一般眉筆之間的 然後我覺得它調配得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如果太膠狀的話 你在同一個地方堆疊的時候呢 就會有毛一坨卡在那邊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你的毛會一坨跟膠黏在一起 然後你的眉毛就會變得超級不立體 就會直接貼在你的皮膚上面 我自己是沒有很喜歡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的話它是完全不會 因為它的眉筆的質地是剛好的 我講的眉筆的質地是像是那種惹我的眉筆 大家知道嗎 就是需要削的那種鉛筆的質地 它就是介於那種鉛筆質地跟膠狀眉筆質地中間的質地 所以我覺得它集結了兩種的優點 因為膠狀的優點就是它會比較持久嘛 然後筆狀的那種優點就是它會比較好上色 它不會讓你的眉毛卡在一起 然後它也不會讓你的眉毛貼在你的皮膚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支眉筆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歡 它還有出一個比較細的 我這邊也有 這個 它這款細的你從上面看下去它的形狀會是一個 等腰三角形 好久沒有聽到這個詞了 然後轉出來的話呢 它的側面也是這種武士刀的小小的斜角 它們這兩款唯一的差別就是它們的形狀 但是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種 比較粗一點然後上妝面積比較大一點 這樣子我畫眉毛會比較快 因為我平常畫眉毛真的是要花我太多太多時間了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挑選 接下來很快的就進入到今天最後一個彩妝品了 其實我覺得它應該也算是半個保養品吧 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雅詩藍帶的這個潤色護唇膏 它們總共寄給了我兩款 一個呢是這種唇蜜的質地 然後另外一款呢就是一般的這種高體的質地 我自己兩個都很喜歡 但是它們使用的時機我覺得不太一樣 像是這個唇蜜的話 因為它比較厚一點 然後它需要比較久的時間吸收 所以我通常都是在上妝之前呢 先擦這個唇蜜 讓它在化完妝之後可以吸收 不然的話我就是會在出門前把它厚厚的擦一層 這樣子我出門一陣子之後呢 它就會吸收進去 然後也會開始出現它的潤色效果 你們不要看它這個顏色看起來很可怕 很巴鼻粉 它其實潤色效果是很自然 然後 反正就是很好看的顏色 唇膏的話我就會把它放在我的包包裡面帶出門 因為它的吸收速度比較快 然後加上它比較沒有那麼黏 所以你在戴口罩的時候也不太會沾到 它們兩個都有一個淡淡的薄荷巧克力的味道 然後上在嘴唇上面會有一種亮亮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上起來很舒服 尤其是我在嘴唇破掉或是裂開的時候 上它我就會覺得有種被舒緩的感覺 這兩個都很喜歡 彩妝的部分就這樣結束了 接下來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洗臉卸妝的部分 我們先從卸妝開始 卸妝呢我最近發現一個 真的是媲美妝櫃的卸妝油 就是這個 TIS的卸妝油 這一款呢它是280ml的 因為這個是我在Costco買的 那時候我有拍vlog的時候有把它拍進去 就是它是兩個妝 然後好像才400多 還是300多的 我已經忘記了 然後我記得開架賣的好像是200ml 還是150ml的 反正Costco賣的就是容量比較大的版本 這個卸妝油呢其實是我男朋友的媽媽推薦給我的 他說這個真的很好乳化 然後我用了之後我真的是嚇死了耶 因為大家知不知道我以前有收到植村秀的那個卸妝油 然後那時候是我第一次用專櫃的卸妝油 我就說 我覺得專櫃跟開架的卸妝油用起來的最大差別 就是開架的都比較難乳化 然後會比較悶一點 因為它的油感很重 然後你在沖水之後 也不會馬上的乳化 它會等久一點 然後你要一直按摩它才會好好的乳化 但是這一款我真的是覺得它媲美我用過的 那個植村秀的專櫃卸妝油 我沒有用過其他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們看一下它的質地 我這樣稍微搖晃一下 我覺得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質地真的是偏水 我之前用的卸妝油像是專科 還有我現在櫃子上面還有的那個是龐式的 它們都非常非常的油 然後你在上臉的時候它就會比較悶一點 但是這個的話它就是比較偏水的油 所以它是比較清爽的 在上臉也不會覺得不舒服 之外呢 你只要碰到一點點水它就會馬上的乳化 它的乳化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一定要拿它跟專櫃的比較的話 我覺得植村秀的那個還是比較水一些些 然後它還是比植村秀的再油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比起我用過的那些 磚科 蜜泥 還有龐式都已經水非常非常多了 大家真的要去試試看這個卸妝油 而且我記得我那天經過去很適合的時候 看到它在買一送一 雖然是比較小的貌數但是也是很便宜 一罐才150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洗面乳的部分 洗面乳我最近非常非常愛用的是這個 Innisfree的洗面乳 它這個洗面乳呢是他們一個抗痘系列的 我記得是一個蠻新的系列 通常聽到抗痘的那種洗面乳 就會有一種它是不是很乾 或是它洗完是不是很緊繃的那種印象 但是其實這一罐我用下來 是完全不會覺得很乾或很緊繃的 我自己本身是混合偏乾 其實這個洗面乳呢是當初我在幫文心湊五千塊 因為我要送它那個BTS的聯名款的東西嘛 所以我就在那邊想說要買什麼呢 然後想說洗面乳是一定會消耗的東西 就想說買個洗面乳 然後這個洗面乳呢其實是挑給我男朋友的 因為他比較容易長痘痘 雖然是買給他了 但是我自己還是試用了一下 我自從用的那一次之後呢 我每次洗臉的時候都會不自覺拿這一條來用 所以我們兩個已經一起把這一條用完了 然後我男朋友真的非常非常喜歡這一條洗面乳 所以他自己在網路上訂了一條全新的 他真的很少在網路上買保養品或是什麼洗臉的東西 但是這一條是他唯一一個自己去回購的洗面乳 然後跟大家說一下他的味道 他的味道真的是那種很草本然後很舒服的味道 重點是你在洗的時候他會稍微有一點點的涼感 不是那種涼到不舒服的 他是很涼爽的那種涼感 我覺得在這種快要接近春夏 然後天氣慢慢變熱的時候使用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就算我在冬天用也不會覺得太涼 然後也不會太乾 所以這條我真的很喜歡 他擠出來是完全的乳白色 然後他非常非常的好起泡 我光是用手搓就已經非常非常多泡泡 然後是很綿密的那一種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們要起泡網的話 他應該會有非常非常多的泡泡 接下來呢我們就進入到臉部保養的部分 保養品我最近非常非常愛用 然後又用完了一罐的是這個 簡單保養的這個是他們的B5修護乳 他們總共寄給我兩罐 然後這一罐已經完全用到空瓶了 欸還夠擠出來一點點 只剩這樣子了我真的把它用完了 用完了 好順便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它的質地呢是半透明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非常的好推 保濕度足夠之外呢 它本身是非常非常清爽的 它不是那種很厚重的乳液 你們看我推開之後它在我的手上 就很像化成水那種感覺 但是它的保濕度還是在的 我沒有猜錯的話它應該是真空的包裝 因為我有感覺它後來的重量是在上面的 它擠出來半透明也要很水 但是很保濕之外它是完全沒有味道的 而且我覺得它是適合敏弱肌膚的 有好幾次我的臉上有長一些紅紅一點一點的 我真的是相信就是它救了我 因為那次呢非常非常的明顯 我就是只有右半邊臉有一堆紅紅一點的 一顆一顆凸起來的東西 我現在有點懷疑是我的枕頭套欸 畢竟只有半邊臉 我就想說我就盡量用一些比較清爽一點 然後比較簡單沒有那麼大的負擔的保養品 然後我就想到了這一罐 所以我就把這一罐拿來當我那天晚上的乳霜 然後塗完之後呢隔天就好非常非常多 經過那次的事件之後呢 我就非常頻繁的使用它 一下就把一罐用完了 然後現在正在用第二罐 這一罐我真的很推薦給敏感的肌膚 因為我覺得它的成分應該就是非常非常的簡單 然後對皮膚比較沒有那麼大的負擔的一個保養品 他們還有給我一個折扣碼 會再把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我自己是非常真心的喜歡這一罐B5修護爐 如果大家剛好要買他們家的東西的話 可以用我的折扣碼 接下來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也算是保養品 它是兩款面膜 噔噔 給大家看一下 一個是蘆蕙絲瓜 然後另外一個是滴滴面膜 它兩個都是封台灣的 所以就想說一起介紹好了 這個蘆蕙絲瓜的面膜呢 我大概在兩年前就開始使用了 因為那時候有看大沛的影片 然後他就有分享一些 他一直在使用一直在回購的保養品 突然想到大沛這個影片 我今天好像也有分享那個龐式的黃色卸妝油 但是我自己是沒有那麼喜歡龐式的卸妝油 我覺得剛剛推薦的TIST我比較喜歡 不過大沛分享的這個蘆蕙絲瓜面膜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歡 而且一直回購到現在 好先說一下瘋台灣這個品牌 瘋台灣這個品牌呢 顧名思義它就是台灣的品牌 雖然一直沒有被它的包裝吸引 但是因為大沛分享之後我就還是去買了 然後那時候它的價格是3盒399 我覺得很便宜耶 一盒才133塊而已 算很快 它除了它的面膜質非常浮貼你的皮膚之外呢 它本身沒有什麼味道 敷了之後很舒緩皮膚 它的精華液很好吸收 因為通常我不會再擠那些精華液 因為我覺得如果沒有吸收 臉會很黏很不舒服 所以我通常都是直接把它拿下來之後 按摩皮膚 然後我大概按摩個10秒20秒 它就吸收的差不多了 這個面膜我真的很推薦 然後另外一款滴滴面膜呢 是我前陣子買的 我記得我大概也是半年前就有看到它在康氏眉的架上 然後那時候就聽說它很好用 結果我買完之後發現它也是封台灣的 是同一個牌子耶 它的面膜跟剛剛介紹到那個一樣 就是蠶絲的很貼合皮膚 然後它會比我剛剛介紹到的這個 蘆薈絲瓜更保濕一點 我冬天的時候就沒有什麼在敷片狀的面膜 因為我覺得很冰 然後在臉上很不舒服 但是因為最近皮膚比較不穩定 然後加上天氣比較熱比較悶 所以我就回到了片狀面膜的懷抱 然後這兩個是我最近很喜歡的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身體保養的油類產品 是這個 The Body Shop的法國薰衣草按摩油 我記得是類似這個名字 反正那時候我在櫃上聞到我就覺得很香 然後我剛好有他們的折架券我就買了 這個味道真的是那種精油的薰衣草的味道 反正前陣子因為皮膚比較乾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不然來買一個油類的身體保養好了 我就買了這個 因為它的味道我真的很喜歡 這個按摩油一開始我是想說 我就直接單上在我的身體上面 然後推開按摩 但是因為它真的吸收得太快了 我那時候就試在我的手肘上 然後我才剛弄上去 然後正要開始推的時候 它就已經吸收進去了 所以是推不動的 然後皮膚會有一種被拉扯的感覺 所以呢後來我就想了兩個方法用它 第一個方法呢我會搭配這個 艾維諾的身體乳 我會先把它按摩在我的手心之後呢 加幾滴這個薰衣草的按摩油進去 當初會想到拿它來搭配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完全沒有味道的 所以我就想說 這樣搭起來的話就會有一個薰衣草的味道 然後又會很保濕 所以我覺得它們兩個搭起來還蠻搭的 第二個方法呢我是看另一個YouTuber學的 因為他說他最近在洗完澡之後呢 就會在身體還濕濕的時候上按摩油 因為他說這樣子的話水分揮發的時候 你的按摩油還是會待在身上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也可以拿這個方法 來用在這個按摩油身上 所以後來呢我就會在身體完全很濕的時候 使用這個按摩油 那時候就很好推 因為有水分嘛 所以就可以推開 然後用量也不會太大 反正上完之後呢再等水分蒸發就可以了 這個我真的很喜歡 這個我真的很喜歡 但是最近天氣比較熱 所以我應該不會用它 接下來呢是一個防疫時間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最近非常非常愛用的一個吸收乳 是這個 美澤的 然後呢它是 法式薰衣草洗手乳 對 又是薰衣草 我真的太喜歡薰衣草的味道了 你們看一下它的顏色 超可愛的 然後它的瓶身也很好看 我覺得本來那邊就很美觀 然後最近呢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所以就要一直洗手 但是因為如果是那種一般的洗手乳的話 就會沒有動力去洗它 但是我只要想到是薰衣草味道的洗手乳呢 就會一直迫使我去使用它 因為我覺得洗完手之後 手上都是薰衣草的味道很療癒 這個洗手乳它有很多個味道 然後它還有出那種 按出來就直接是泡沫的壓頭 但是我買的這個不是 然後我覺得它有補充包這一點也很不錯 你就可以不需要一直買它這個瓶身 下一個呢也是一個洗手乳 這個洗手乳的味道我也是蠻喜歡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The Body Shop的 然後這是他們限量的西洋梨洗手乳 是聖誕節的時候推出的 然後我這個呢是那時候我去參加 The Body Shop的新品發表的時候 他們送給我的 這個味道我很喜歡 然後他們還有推出非常非常多的味道 像是有玫瑰啊還有什麼葡萄柚 反正他們只要有那個味道系列的東西的話 就一定會推出洗手乳 他們還有寄給我一個茶樹精油的 我覺得找到一個味道我喜歡的洗手乳 真的會讓我一直記得要去洗手 我不知道這招對大家有沒有用 但是大家可以試試看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服飾類的愛用品 是一條牛仔褲 這條牛仔褲我最近真的是非常常穿 常穿到什麼程度呢 一個禮拜穿三天 大家如果有在看我的Vlog就會知道 我常常拍我在走路的畫面嘛 然後就常常在想說大家到底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常常都在穿同一條褲子 而且一個禮拜穿三次都沒有洗 但是這個壞習慣我最近有改掉 因為我只要搭完了捷運跟公車 我就會覺得我身上的衣服就已經髒掉了 所以我需要把他們洗乾淨 所以最近就是有好好的洗衣服 然後我們來講一下這條褲子 這條褲子這個牌子呢 是一個女生她自己打扮 然後製造的我覺得超厲害的 她這個牌子呢叫做JFU 就是JFU的意思 然後呢她有推出各種不同的長度及尺寸 因為她覺得除了尺寸需要客製化之外呢 長度也需要客製化 所以她就推出了這種長度可以自由選擇的牛仔褲 我覺得真的是很聰明 因為我常常會穿到一些過長的褲子 我本身是158公分然後43公斤 這條尺寸呢我拿的是XS 然後長度是Long就是長的長度 我竟然穿到長 這條牛仔褲的版型呢 算是一個直筒再偏寬一點點的寬褲 小寬褲 因為我覺得她沒有寬到那種超級寬鬆垮 反正她的腰部是非常的合我的腰 之外呢她的臀部這個地方也是很合的 所以你穿起來之後不會到很垮很沒精神 她是一個很好看的直筒褲 然後呢她上面有做一些刷破的部分 像是左上角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這邊 這兩個地方都有做刷破 然後她在褲子的後面呢 也會有一些小小的這種做舊的感覺 扭扣上面呢也有他們的LOGO 這條褲子自從她寄給我之後 我幾乎是每個禮拜都會穿兩到三四以上 我真的很喜歡 大家回去再看看我的VLOG 就會發現我到底有多常穿它 最後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APP 因為最近我開始記帳了 我覺得自己真的是花太多錢了 而且常常不知道錢花去哪裡 所以呢浩浩那時候就推薦了我這個APP 叫做記帳城市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城市 是不是超可愛 你只要每記一筆帳 它就會幫你蓋動建築物 如果你是買食物的話 它就會幫你蓋餐廳 然後如果你有兩個餐廳的建築的話 你就可以把兩個餐廳的建築物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更高級的餐廳 反正就可以一直合成一直合成 然後讓它變成一個更好的餐廳 然後你的城市呢裡面還會有小居民 一開始我聽到說這些市民可以賺錢啊什麼的 我就想說這到底可以幹嘛 但是後來我真的用了之後 我真的是瘋狂的愛上這個APP 而且我不管是多小的花費都會寄在上面 像是公車上學我投了20塊我都把它寄下來 因為剛好沒有零錢所以只能投20塊 還有在Seven花了27塊買飲料 一卡通儲值200塊 二手拍進帳了760元 然後喝了茶士比亞的烏瓦奶茶加奶酪 這些我都全部的超詳細的寄下來 而且我是會把我買什麼東西全部寄下來 這樣子我到時候在看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說我到底在那邊花了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我只寄了一個禮拜 但是我真的是太喜歡這個APP了 而且我真的是每一天都超級認真的記錄 所以我想說推薦給大家最近開始記帳 而且你有這個APP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說你每天都去了哪裡 像是如果忘記我3月20號去哪裡的話 我就可以看一下 大家如果想要記帳 然後又覺得自己一定會沒有毅力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去試試看記帳的程式 因為我原本也是覺得 我怎麼可能每一筆帳把它記下來 但是因為有了這個程式之後 我就真的很認識在記帳為了蓋房子 超級可愛 以上呢就是我近期的愛用品 我知道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久沒有拍這個主題了 不知道大家還喜不喜歡這個主題 如果你們想要看這種愛用品分享的話呢 可以跟我說你們覺得多久一次是比較剛好的 我自己是覺得三個月一次還蠻剛好的 因為有時候一個月一次 那個月可能真的沒有什麼新的喜歡的東西 但是如果三個月的話 一定會有新的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後一次分享的話 內容也會比較足夠 所以歡迎留言跟我說你們覺得多久一次愛用品比較適合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一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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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